Hello,大家好,我是Joanna,今天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关于在澳洲投资房地产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请来了资深的房地产的投资顾问Sincia Sincia,你好 Joanna,你好 你好,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在澳大利亚如何投资房地产,能够挣钱 好,首先在讲之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已经有十几年了 基本上都是每天在帮客人给客人一些投资建议 然后根据他个人的资产情况,他的财务情况 针对性的做量身定做这个投资方案 然后保证他能够赚钱 哦,你是就是说专门跟客户等于是像一个打包来自行一个投资的一个策划 差不多,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我需要了解全盘他现在目前的这些手里面的这些资产 然后针对性的全方位给他全面的给他一个投资建议 如果要是说我们只是针对某一套房产来做的话呢 我们可以针对某一套房产说他怎么赚钱 但是呢针对这个家庭或者说针对这个他的整个财务情况比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有针对性的了解他全盘的东西之后的话 给他提的建议就是比较精准 然后对他的未来的包括我给他提的建议就是说 不仅仅是对目前目前现在的投资组合另外一个对他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的投资都有一定的好处 他是一步步来的 那么那个组合啊就是说现在组合呢有townhouse有house和apartment 就是说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投资是最合理而且那个收益是最大 好的基本上是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呢主要是因为一定要涉及到澳洲的税法 澳洲的税法呢跟那个海外其他国家税法完全不同 所以的话呢到这边来之后的话呢一方面是说房产投资可以帮助你赚钱 另一方面你保证保就跟着税法结合的话你也是一定要做房产投资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你那个啊税务上面得到最大的利益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啊我们大家都都了解的公寓 公寓的话呢基本上啊 他的体现的方面主要是说做一些折旧 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人他两个人都上班 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生意 那么根据澳洲这个税法的这种特殊性呢 那么他按照这个啊收入交税的话要交很多的税 那么根据这样的这样的家庭情况的话呢 他如果投资了公寓的话 他可以啊利用公寓的折旧率 利用房产投资呃为房屋维修的一些一些费用 可以减免他的交的一些税哦啊 投资公寓他可以是合理的来避一些税 对来避一些税 但是呢如果说投资公寓的话呢 说要是啊因为公寓呢 他有一个啊跟其他房产相比的话 他一个物业管理物业管理费用比较比较高的 如果这样的话而且他是根据每年就是房子 呃就像人的寿命一样房子啊 时间的推移的话呢他这个物业管理费都是要都是要每年每年都要增上的 哦还有物业费还每年会会往上提一点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他社会会主要是啊公共部分公共面积部分的维修费 包括电梯的保养费维修费啊公共面积的清洁费 还有就是一些啊花园这些费用 还有如果有游泳馆的话那个游泳时的一些维修费用 所以加起来的话一定要一定要每年要往上加 哦对这样的对所以我也听他们说就投资公寓呢虽然他的那个第一可以逼点税第二可能他租金回报也还是很很可观的啊对吧好像就是不太升值啊 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我们说我们涉及到赚钱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要把租金的收入减掉啊州府费减掉物业管理费减掉中介的那个房屋管理费 这些费用就减掉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能算是收入 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那的确是跟那个其他房产类型比的话的确升值空间不是特别大 哦那当然应该怎么个组合呢 啊在我看来的话做房产投资呢主要是可以分几类小到呢有些人说我们我买了一些旧房子旧房子翻新这个也旧房子翻新之后呢啊再卖掉的话是可以赚钱 哦当然要看市场的情况另外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把这个房子比如说做翻新包括加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啊 啊根据市场的情况比如说地皮升值了那么那个啊这个房价也就会上升要根据那个一般来说我建议客人呢都会说建议买那个几种就比如说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说我买了投资房放在那里长头和短头两种类型 短头呢就是说我通过房子翻新我通过把房子改建如果我通过啊对市场的精准把控 然后呢在短期内甚至就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之内然后我卖掉了达到我赚钱的目的长头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这个房产持有五七八年以上 或者说呢是我这个房子将来我买一个大地将来我要做开发这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投资方法哦 这两种方法呢我都曾经帮客人做过这方面的有有很多这个案例嗯啊哦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说实际上投资房地产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长期投资对那么就买地段好的地大的那么可以可能五年十年他可能就会翻倍是的是的 然后短期投资呢可能就是把房子买完以后旧的把它一翻新对方就可以就是很快的那个现金流就回来了是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刚才说的是买啊那个apartment就是避税 那么就三种方式实际上可以同时来操作要针对是的是的一点都不错嗯但是呢这个呢个体呃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因为就是根据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财务情况包括我们也会跟你聊一下说你未来的三年五年你大概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效果 然后呢结合你目前的财务情况结合你未来预期的这个计划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你一个全盘的计划来做 是分步骤来做的啊那么我还想问一下哈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比较低迷嗯但是我现在好像听说现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利率啊就是已经下降了嗯那么嗯其实大家也都在跃跃欲似就是想再投资因为因为投资房地产是一个我我觉得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话题好像投了房地产不论是在中国也好在澳在澳洲也好好像投了房地产以后可能呃增值的空间会比较高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什么时候入手比较好而且入手呢是就是买就是来选房子哈就是你怎么样选他一些哪些条件去选那个增值空间高的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那个首先第一天我们要看大的条件和方向大的条件呢首先在澳洲是个移民国家 然后呢房产是刚需为什么呢包括举个例子像墨尔本吧每天涌入到墨尔本是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每天涌入到墨尔本的人外来人口大概是八千到八千到一万左右 所以的话还有呃本地人呢他这个家庭结构呢跟海外的人也不一样很少有呃很少有呃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大家一个大家庭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这边的房这边的家庭结构基本上孩子18岁之后都要搬出去住的对所以以小家庭为单位所以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说房产就是刚需每个人都需要房子 所以的话呢就是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呃说怎么样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呃投资赚钱那么我们还要看根据那个目前国家的政策对吧我们常说识实物者为俊杰这个实物呢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策现在国家政策大选刚结束呢这个总理新总理上台就说我们一定要保证第一次买房的人能够买到房 怎么样呢他们他们提出的这个计划呢有可能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也就是说第一次买房的人呢呃有可能是你只需要付5%的首付 哦最好然后其他的部分呢国家可能会采取相关的政策来帮你帮助你买到买到房子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大趋势那么政府说为了第一次买房的人提供这么优惠的条件 那么我们那么针对这种这种大环境下的那个条这个政策呢那我们可能考虑说哦如果投资怎么样再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赚钱那么就是说如果任何类的房产适合未来第一次买房的人购入这样的房产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都是可以买的都是可以赚到钱的举个例子无论是说你买这个房子呃你是说我翻新了但是呢我的目标受众就是第一次买房的人我做我做开发了我投资我开发的房产也是为了第一次买房的人这样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我说的是嗯跟呃就是针对第一次买房的人和买豪宅的人比的话根据目前大的方向和投资环境比的话那这种这种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哦明白就是说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想那个投资房地产的话因为你要跟那个国家的政策来来来来来匹配 对那么你去投资那个就是你的房产能够让第一次购房的人喜欢那么你就肯定能挣钱 对的对的哦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方向呢我们要看呃结合每一个州它的这个城市人口的构成我们来再进一步分析举个例子拿墨尔本做例子墨尔本大部分的人还有大部分的就业机会都集中在东南区传统是这样子的 但是州政府呢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平衡这种这种地域性的东西呢他现在州政府投了几十个亿再往西边往北边 然后再做基础设施的配套升级改造他准备就在西区和北区那边那么就是增加就业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基础设施投了那么多钱的话那未来的发展方式人口肯定是往那边流动 人口流动到哪里工作机会就在哪里那么这个房产增值的趋势就在哪里 明白了这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说无论你是投什么只要跟着政府走肯定就不会错就不会亏钱 把政府的政策研究透对把这个城市规划的方法展和趋势研究透应该不会亏钱 太好了而且我建议客人呢从来有的客人他问我 他说Cincia如果是这样的我如果碰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他如果赚到钱了是很赚钱 但是风险很大如果不赚钱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赔钱 但是真的一旦要赚钱了会赚真的很多钱这样的项目我应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坚决化长不能不能考虑 为什么 我从来跟客人讲说投资呢我们是在赚钱赚多少钱上面之间选择就是赚多赚少之间选择我从来不建议客人在赚和赔之间选择 如果是说这个项目高回报高风险这样的项目我就直接跟客人讲坚决化长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政府的政策可能要经过很长的周期可能有时候现在的东西出来了可能过两年可能又否掉了 那么你的投入进去以后可能就一下子就没了 举个很好的例子近期呢原来在几年以前在瓦尔比那个区曾经政府很多人说有一个大学成的项目 然后策划了是300多亿的大学成项目说有很多公司投入进来然后加入进来啊媒体说政府在考虑这个项目这样的话呢周边的这个房价一直在升很多人就投机说我就买在旁边这个项目出来的话整整个这个项目在进行中一旦批准了那我的房产升值了对吗 这个就是高高风险高回报高回报但是呢风险就是说政府没有明确说这个项目我就批了所以这样的项目而但是房网就在近期维州政府通过媒体宣布说对不起我们现在暂时不考虑这个计划我们不批准这个大学成计划其他就是后续怎么安排呢我们再进一步在研究了之后再出来 那么我想试问大家这样的投资者你们当初在几年前在两三年前买在周边这个所谓大学成项目周边这样的房产持有人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像这样的机会我从来都是不会建议客人说投钱直接直接pass掉 对我明白了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要跟着政府走但是要有安全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确是政府已经落地了已经批准了对 哪怕我们挣少点最起码我们是不赔钱的对啊投资的那个投资的最最基本的规则就是我们要赚钱 我们千万不能让客户赔钱怎么样赚钱首先一定要安全一定要确保安全性当然了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呢 把投资风险降低到最少但是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要结合像我刚才讲的那三点聪明的结合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市场还有结合自身的情况 规避风险然后让自己的投资确保能够赚到钱 太感谢了今天你跟我们讲的非常的仔细而且一层二层三层都跟我们讲清楚了 太感谢欣喜啊那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